哈喽 我是王秋 欢迎收看本校百思评 手机边充边玩会爆炸 WiFi露射器有辐射 手机进水不去售后先放米缸 这些消息深入机圈的你 可能看到就当个娱乐新闻了 但是老一辈的朋友们可能就不太知道了 这期片子非常适合你转发分享到 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 咱们用大白话聊一聊 那些关于手机数码的谣言 第一个 手机电池电量要耗尽之后才能充电 这可以说是很多不懂手机的人 最常见的误解之一 以前的大哥大等老式电话 都使用的是灭氢电池 确实需要用完再充满 这种思维固化之后 被很多人保留到了现在 现在的手机其实用的都是锂电池 每块电池在完全包废之前 都有一定的充电周期限制 一个充电周期就意味着 电量从充满到完全消耗完的过程 当你完全耗尽电池电量 反而会对电池内部产生损耗影响 就相当于本来下班就已经很累了 回到家还要被甲方不断信息轰炸 压榨干最后一点能量 这样就只会降低电池电量和缩短电池寿命了 劳易结合的道理 同样适用于手机和电池 电量比例日常保持在20%到80%之间 电池寿命才会更长 第二个 手机边充边玩有爆炸危险 通常说的手机爆炸 其实是电池或者充电器爆炸 其他元件响报也报不起来 实际充电的时候 给手机提供运行电量的是充电器 在你边充边玩的时候 充电器的电其实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边给手机充 一边给电池充 刚刚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专题视频 大部分手机边充边玩都是两种情况 比锡屏充电慢 比不充电玩手机热 正规的电池和充电器都配有管理芯片 话重点 正规的电池和充电器 但还是要劝大家尽量不要边玩边充 虽然没什么爆炸的风险 但是会很烫手 温度起来了也会对手机造成 一定的元器件损耗 第三个 睡觉的时候 把手机放在枕边会有辐射影响健康 辐射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 前者辐射比较大 一般医院做CTX光机 放射性的治疗才会遇到 后者就是手机这种辐射 能量极低 它的电磁波辐射频率在3000赫兹到300GHz之间 只有让你24小时不停的暴露在这种辐射环境下 才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至于多长时间 也就大概需要个100来年吧 学书中的还有一个词叫香蕉等效剂量 简单来说就是每根香蕉都会含有天然的放射性元素 没错 香蕉也有辐射 听起来是不是很离谱 但是抛开剂量 谈毒性都是扯淡 一次吃7万根香蕉才相当于做了一次胸部CT 一次性吃3500万根香蕉才会达到辐射超标的阶段 兄弟们 你一次能吃几根香蕉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手机辐射不会什么致癌 但是对于人体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毕竟你长时间玩手机可能会引起失眠 视力衰弱 没有一台手机是无辜的 真爱生命 睡前耍玩手机 当然我知道这句话说了没什么乱用 第四 就是家里的WiFi辐射也影响健康 WiFi信号跟手机信号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么说吧 阳光里含有的辐射能量都是它的380倍 目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确凿的科学依据证明 WiFi会对人体的DNA和蛋白质结构造成破坏 从而影响孕妇和胎儿的健康 此外 WiFi辐射的强度和距离是有关的 在钢筋水泥的削减之下 它的辐射值通常还达不到国家限制的十分之一 甚至几十分之一 我们在淘宝上甚至还看到了这种路由器防辐射罩 罩在路由器上面 以兽达到了12个 我们特别希望这12个人能够看到我们这期视频 如果你要非说哪种情况下 WiFi会让人非常难受 那就是没有WiFi 我浑身难受 第五个 手机进水之后的各种滑式操作 手机进过水的消瓣可以扣不二一 有些人第一反应不是马上售后拆机清水 而是插米缸里边过一晚上 那恭喜你 大概率第二天你就可以换新手机了 大米确实有干燥作用 但是只有那么一点点 我这时间手机主板早腐蚀坏了 更好况大米之中可能还会有某些杂质 此外还有一种就是很多人的本能行为 就手机进水了 不停的甩 以为甩甩 手机里边的水就甩出来了 你使劲甩甩就可以回手摆摆了 还有就是用吹风机对着手机的各种孔猛吹 这类动作基本属于帮道忙 原本可能不太严重 被你这么甩几下 水在里面各种流动 流到主板上就容易烧化眼期间了 前面的几种方法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成功案例的帖子 但它可能基本都属于 本身进水都不是很严重的 就那么晾 也能晾干 也能把它晾好 正确的方式就是马上关机 然后飞奔到售后拆机清理 可能就会保住你手机的性命 第六个也算老生常谈 就是手机摄像头像素越高 质量越好 2023年了 其实线下门店你去逛逛 还会有很多销售 给你吹像素多少的优势 确实很多不太懂手机的长辈 线下逛手机店的时候 会拿起演示机 第一件事情打开相机 双指把去影框拉到最大 只要能够清楚 这一定就是好手机 我们得先知道4800万像素 和1200万像素的手机摄像头 有什么区别 对于发朋友圈来说 它们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像素不是越大越好 如果我们把传感器像素 比作用雨伞来收集雨水 你的伞越大 就越容易在短时间内 收集到更多的雨水 虽然像素是衡量相机画质的 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像素数量的高低 并不一定代表着 照片就会更好看 结果我们都知道 调色 光线 构图 像素的大小 最重要的其实是拍照的人 不然某书上怎么经常有拿CCD5S 也能拍出非常帮照片的人的 而且现在超高像素的成片速度 也是比较慢的 错过精彩瞬间 那比像素多少可要重要多了 第七个 身份证跟手机放在一起会被消磁 现在的二代身份证 其实都是芯片传输信息的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FC 现在发行的银行卡 也都是芯片卡了 这个词条也基本上用不上了 如果你对着灯光 用手机的闪光灯近距离照射身份证 你就能看到FID 电子标签芯片部分 以及天线部分 我们的身份信息就被存储在这个小芯片里面 跟磁条完全是两回事儿 当然不排除一些超强磁场 会有机率影响到身份证里面的芯片 但一般手机磁铁都不会对身份证造成损害 只会不停的提示你 10B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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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个 牙膏能修复手机屏幕的小划痕 这个亲测了 还真有用 但是副作用也很重 按照网上的说法 能够对手机屏幕起修复作用 其实就是牙膏里面的磨粉 磨粉确实可以磨平细微划痕 但同时也会磨掉屏幕正常的部分 比如说输入层 二手市场其实有一些也会有打磨工序 不过不是用牙膏 是把手机屏幕放在专用的打磨机器里面 这好处就是 只要把正常的屏幕磨到和划痕一样的深度 就看不到划痕了 Tier刚好我们看着也挺新的 坏处就是自身的输入层没有了 而且屏幕的材质会变得更薄了 碎蕾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了 OK 本期我们整理了八大谣言 你在家庭群或者说身边的朋友中 还听过哪些关于手机数码比较离谱的谣言信息 不妨在下方评论一下 大家互利互惠 还是那句话 大家可能懂 但是一切圈儿人 亲戚长辈可能就不太懂了 其实很多谣言都是分时效的 是跟随着旧时代的信息 一直流传到现在的 就比如前面那个充电的习惯 大众对于先进科技的认知 肯定是要比爱好者和发射者要慢一些的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数码有专攻 你平时不关注肯定就不知道 OK 现在可以点赞 并把这期视频转发到你的家人群里了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 记得在下方三连点赞 特别感谢更多人的精彩 大家就全网搜索 观众下的视频 博人体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